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这个Martin品牌和Taylor品牌的两款这个旗鼓相当的两款高端型和的对比 那么这一支呢是来自于Martin的这个performing artist也就是现场艺术家系列的一系列 也就是他这个艺术家系列的顶级 那么这一支呢是来自于Taylor的这个9系列啊 它这个正常序列号的顶级 那么这一支呢是914C1 那么这一支呢是GPCPLE Plus 那么他们两个桶型呢基本上差不多 都是在Taylor的定义里面 它叫做GA Grand Auditorium 也就是这种小腰的这种桶型 那么在Martin呢其实和它差不多 但是在Martin的官方定义里面 它叫做Grand Performing也就是GP的桶型 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两个顶呢都非常的好看 Martin呢作为它这个logo已经采用这个竖型的 我们一知道竖型的logo一般是Martin这个高端的象征 那么首先我们看它主体的配置都差不多 面板呢都是采用的这个云山的单板 背侧板呢都是采用的硬度玫瑰木的单板 那么在实际器上面啊我们这支914C呢采用了新款的ESR实际器 那么这一支GPCPA1呢采用了这个Fisherman的FE Aura加这个加号 也就是我们这支型号为什么叫PLUS 也就是升级版本的原因 那么从我们再来看它的细节啊 从前头上来看Martin的这个字呢采用了竖型的标志啊 同时呢它采用这个鲍鱼背的啊显得相当的奢华 那么这支Taylor也同样一样啊 它采用了一个Taylor专有的这种啊 饼花在这个前头上 那么在鞋钮上面呢 这个Martin采用了这个马丁的镀金鞋钮 而我们的这个Taylor呢采用了啊 更加发烧级的这个GOLD的这个卷线器1比21啊 这是相当高的齿轮比 那么在情景上面 它们的宽度和这个手感啊 握持感基本上都差不多 Martin呢采用了它新款的这个Richlet 也就是啊 黑色氧化混合的这种乌木纸板 那么我们的Taylor还是采用传统的Ebony 也就是乌木的纸板 那么在面板的这个银孔的镶嵌都差不多 我们的Taylor会多一圈这个鲍鱼背的镶嵌 那么在这个情景上面呢 我们这个Martin的GPCPA1采用了叫Hardwood 采用Hardwood的这个一体情景 那么我们这只Taylor呢 采用的是顶级的非洲桃花新木的这个情景 但是它不是做的这个一体啊 Taylor所有的琴基本上都没有一体的 基本上都是两piece或者是三piece的拼接 那么我们啊 再看它的这个包边呢啊 基本上都差不多采用的是木包边啊 这两块琴的这个琴体的厚度或者琴的筒形的基本差不多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今天比的 那么在下面一个环节我们会来听一下二者的声音 我们的Martin呢采用的是马丁的琴线啊 我们的Taylor呢采用的是Elixir的这个琴线 我们来对比一下二者琴的声音的不同 那么在市场售价二者也比较接近 我们的914C呢差不多接近三万 那我们这支GPCPU ONE PLUS呢差不多也快接近三万 这支GPCPU ONE PLUS呢 我们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